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找到两位日本顶尖大学拿到学位者 他们都是研究近视日本政治史的专家学者精英中的精英 我今天来谈明治维新150周年 1868年 因为过年期间我们这制作团队分成四组 我们有分派任务 第一组到关东 第二组到关西 我被第三组到九州 还有一组到琉球 分别收集资料 我等一下会把一些资料跟大家报告 我先讲一个故事破题 在刚刚要进摄影棚前 我遇到这个民事董事长郭贝宏先生 因为过年前 我在电梯口 电梯遇到他 他正要去向李登位前总统拜年 那我说 郭董麻烦你跟李总统带问好 就郭董今天下午跟我说 钟英雄 李登辉总统每天8点到10点 准时收看这个节目 而且 我还都说而且 请做笔记 一直做笔记 李总统 你战 活到老 学到老 改造到老 于是为了回应李总统 我今天 他的菜 明智维新他的菜 因为他谈到明智维新 就开始起当 谈到版本荣马 他就开始起当 我知道 所以他一定会 我相信他今天认真做笔记 所以李总统 你有一位 永峰是你的学弟 权宗 他是来自东大 都是我们国内的 研究明智维新的权威专家 容许我秀一下 我们的制作团队 请看 国家认同独立公投 文艺复兴 不要忘了 日本明智维新 深刻的影响 整个东亚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 那不用怀疑的 我们今天汉文很多 汉文都是 日式汉文来的 经济 太多都不用讲了 于是我们非常认真的 我特别 说其实台湾的明智维新 研究在起步阶段 这是一本书 李宇周先生 他毕业于一桥大学 这一次我特别收集了 都是我在福岡书店 最大书店找到的 木墨维新的日本 激动的木墨维新 150周年 这是西乡龙胜 木墨维新 这是西乡龙胜 激动的生涯 这是两位出生自 萨摩环的同志 西乡龙胜 与大酒保利通 跟观众朋友报告 日本人研究明智维新的书 我看那个书店 我这样盛开 一个柜子 我没有夸张的 西乡龙也是一个柜子 多认真在研究 当然我几乎到每个博物馆 或现立的博物馆 这是我们从大阪 大阪天首歌 所看到的木墨维新 这是我们收集的 在大阪木墨维新 所发生的历史事件 所做图表 这是大阪丁 你看这个是 木墨维新的舞台 这是大阪 几乎东京京都 大阪福岡 更不用说路而岛 全部都有明智维新的 150周年的纪念活动 包括 连那个毛巾都是 毛巾都有敬天爱人 就是说你洗脸的时候 可以看到西乡人所写的 敬天爱人 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是第一讲 我想要第一讲 我是不是先请永峰老师来 还有全文老师来介绍 什么叫做明智维新 永峰老师请 明智维新 非常非常简单 明快的来说明的话 跟欧洲的革命不一样 但是它是一场革命 是由日本的旧的 下级武士所发动的革命 所以好像改变了一切 例如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李登辉总统也知道了 司马辽太郎 他就说 明智是一个全新的国家 所以之前的江户时代 或之前的德川幕府 是另外一个 如果用日本的话 是另外一个日本 明智以后是另外一个新的日本 明智维新的发动期是1868年 我刚好是1968年生的 一百周年 差一百年 所以我现在五十岁 大家都知道 所以今天是明智维新的第一百五十年 就像刚刚胡大哥讲的 不管到了日本的东京 京都大阪 甚至跟周边的城市 比如说甚至路而岛 要福岗 为什么举国都在纪念 怎么解释 从北海道到冲绳都是 为什么 某一个意义来说 现在大家看到的日本是从明智开始的 不管做的地下铁 不管用的电 所谓的modern 所谓的现代的所有的东西 基本上全部从明智开始 所以也就是说 不是这一百五十年来 而是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明智期的六十年左右 甚至五十年 那么样的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日本完成了所谓的西化 也就是日本变成不是日本的日本 这个要听得懂 日本变成不是日本的日本 所以后来会发生了一连串的大的问题 比如说日本因为变成了不是日本 所以非得超过日本不可 那叫近代的超客 所以所有的事情 虽然我们非常容易的去说明智维新是成功 放上成功两个字 或者是中国的另外一边有百日维新 今年就刚好是戌虚年 120年前的戌虚百日维新 我们很轻易的也会把它放上 放上失败两个字 但是如果就历史观而言 这个都有点独断 什么是成功 什么是失败 但是毫无疑问 我们要讲的是 明智维新对于日本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不只是政治的 不只是经济的 包括胡大哥刚刚讲的 不管到哪里 全部好像在办庙会一样 庆祝第150年的明治卫星 由日本变成一个新的国家 的150年的意思 所以单单从社会现象来看的话 明治以后确实是一个全新的日本 但是没变的地方更多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 好 九龙教授 你是香港长大的 非常不多 会到东英大学求学 然后你也在琉球大学任教过 因为你的才华中英院聘来 我知道你最近也在香港 主持一个类似一个明治卫星 150周年的工作坊 能不能先从这个谈起然后谈单 你所认知的明治卫星 请 其实是在香港有一份期刊 叫明报月刊 我刚好他请我担任 4月份的 4月7的那个专题就是明治卫星150周年 那我刚好也在邀请包括日本 我们国内还有其他国家的学者 来探讨这个明治卫星150年究竟对东亚 带来什么一个影响 那其实谈到今年刚好是150年 我刚好最近从日本回来 那么也发现整个日本 不论是学术界 文化界 产业界 甚至是出版或者是观光业社也好 都有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在全国在展开 我相信到年底之前一定会层出不穷 那么加上今年的元旦过年 日本他过年是在元旦 其实这也是明治卫星的一个影响的结果 在此之前日本就跟我们一样是过农历年 那么安倍首相在今年的新年的贺词里面 有提到就是说 第一句话就谈到了明治卫星150年 那么他一有所指就希望 现在日本所面临的一个局面 恐怕有点像明治卫星的那个年代 就处在一个大的变革的这样一个时代 所以他还指出就是说 只要有意志跟激情 就可以再造一个强大的日本 这是他的一个信念 那么他的这番话其实也引起很多的讨论 究竟什么是明治卫星的精神 那么这部分我相信 日本在学术界在社会上 有很多很多的讨论 有不同的声音 我相信同样在其他的周边国家 在全世界的相关的讨论也都在进行 包括我们台湾应该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讨论 那么可是究竟什么是 明治精神这部分恐怕会有不同的一些观点 那么我这次到日本其实还去了一个非常重要 很有趣的地方叫惠金 惠金其实是坐落在福岛县 就是之前大地震的那个地区 那么惠金它本来是在东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番 叫惠金番 它的所在地就是惠金 那么刚好今年是150年的关系 所以在惠金也有相当很多的一些活动 跟纪念的一些讨论 包括他们的博物馆也有很多的一些展示 那就探讨150年前 这明治维新是如何开始的 而对惠金这个地区 对他们来讲又是意味着什么 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去重新去思考一个讨论的一个问题 那惠金这个地方其实是很有趣的地方 它现在它的规模不大 不大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是因为在明治维新之后 它作为一个当时被视为贼军 逆贼的一个所在地 所以它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相对是比较慢的 但是它留下了很多的文化遗产 那么那150年前 刚好就是爆发这个叫做戊城战争 就是新政府就是来跟反对新政府的势力 就是支持之前的幕府的势力展开的一个战争 那么最主要的战场的 最激烈的战场的那个场地也在惠金 那当时的惠金城就是附近就爆发了 很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战役 那么其中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对日本社会影响非常大的 一个当时战争发生的一段 可以说是很悲壮的一段故事 也就是白虎队的故事 那么在今天的惠金的事里面 也都有相关的纪念馆跟一些遗迹留下来 供大家来评调 那么这一支其实是当时就是 戊城战争的阶段 那么当时在抵抗新政府军的过程里头 在为了要保护就惠金藩 的这个过程里头出现了 这一群的少年兵 就大概是15到17岁的少年兵 但是他们在最后无力抵抗 就是政府军的时候 他们就做出一个决定 就是致敬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悲壮的一个故事 那么顺便一提 他们这一批年轻的少年兵 其实也在他们的惠金藩的藩校 当时叫日新馆在里面学习 那么目前在整个惠金城里面 有很多的纪念的遗迹都能够看得到 可以展示当时的这一群少年兵的 一些英勇的事迹 那这是他的目前还存在的幕 还有每年甚至是每天 都有很多人来评调 这也是另外一个目的的一些场景 这是一幅忠孝两拳碑 那么究竟白虎队的精神是什么 其实是也很引起很多的讨论 那我们看到这一幅就是他们的最后的致敬的地方 最悲壮的地方 那附近还有一个就是供奉他们临位的一个寺庙 那么这里边我发现非常很有意思的 有一块牌子 他们在致敬的之前 前一刻他们就是迎送了这一首我们华人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 就是闻天祥所写的 里面就谈到人生自古谁无死 那个刘曲担心赵韩勤 其实白虎队也是因为就是朗诵了这一首诗之后 然后就致敬 所以他们的应用诗迹其实到现在为止 都得到日本社会的一个高度的肯定 究竟当时作为一个反对的一个势力 或者说作为一个新政府的一个反对 站在反对面的这一群的势力 究竟怎么去理解 如何去做客观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评估跟审思 我相信现在还是很有意义 今年是明治维新 150周年 我在我的粉专已经说了 我们今年会不断地探讨明治维新 对我们当代台湾人的意义是什么 不只是资深他日足 李登月贤总统会关注 我们这一代哪个不关注明治维新 这叫历史观 各位观众们记得去年10月31号 是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所发动的500周年 我一定要做 而且我也邀请一流专家学者来谈 对我们的海内外的观众 我们的全球华人进行的历史教育 当然要做 这任节目就要做这个事情 我看到NHK大和剧 今年你看 这是我买书的封面 西乡荣圣 大学保力通 特别说今年大和剧 就是以西乡荣圣做主角 于是配合这个大和剧 西乡荣圣的激动生涯 西乡荣圣的木末维新史 非常重要 明治维新成功了 但是戊戌政变失败了 整个中国的世代 从清末到明初 走向革命派 武士运动 国共两党成立 然后最后文化大革命 革命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日本就像英国一样 避免卷入法国大革命 它本身违新 其实英国也是一种违新 而不是化国式的或中国式的革命 这历史的轨迹就不一样 为了让大家了解日本人的观点 我向大家预告 我特别邀请两位 目前在长龙大学 担任郑正希教授的天江喜九教授 他是早稻田大学毕业 夏威夷大学或者郑正学博士 目前在长龙大学 他会讲非常流利的华语 还有一位日本史籍专家 叫做吉刚陶太郎 我都叫他塔洛桑 就是某某塔洛桑那塔洛桑 他是日本史籍专家 我跟他说 我一定要找个休假 你带我把西乡龙胜 在南九州的那个萨博环 我要走一次 他带我去 回到历史现场 我想永宏教授我要请教你 你认为就是 回到 这张照片已经说明一切了 这张照片是很经典的照片 明治维新 就是由下级武士 所推动的一个政治革命 为什么 所以某一个意义来说 像欧洲的利益性的水平式的冲突 在日本看不到 也就是说某一个意义来说 明治维新的前跟后 虽然好像发生了非常大的革命 但是统治日本的人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我们硬要说的话 明治维新从索国跟开国这样的对立面开始 也就是说看到了黑船 改变了日本的历史 一样的西方列强的铁客船 或者是我所说的武装的贸易船队 来到了东亚 中国朝鲜半岛的对应的方式 跟日本的对应的方式 差别非常大 今天在这边讲明治维新 日本的对应的方法 当然就是开国 但是开国是为了攘移 或是攘移是为了开国 这是事情的两面 但是攘移跟开国同时 在日本的讨论里面 西乡龙胜跟大酒保利通 刚好一个留学一个不留学 一个有看过西方 一个不太看过西方 所以两边对于 对于明治维新 或对于西方的船间泡利的对应 所采取的方法也不一样 但是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 有点麻烦 或有点轻松 是因为我们知道结果 结果是大酒保利通那一边得到胜利啊 留学派得到胜利啊 东京大学法学部 或者是战后 战前战后横跨 日本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 玩山珍南哥看这边 他在说明明治维新的时候 就说日本人是随时需要 变电所的日本 我们这个我们是日本 我们随时都在找老师 所以要找老师的话 当然就找世界上最一流的老师 不分国别的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全世界都可以当成日本的老师 所以中国强的时候 中国是日本的老师 欧洲强的时候 日本的老师变成欧洲 现在美国厉害了 日本又学美国 所以这样随时的 不停的引进外来的东西 吸收并且转化 但是西方来的东西 或外国来的东西 通常是高压电 没办法作为民生用电 所以也就是说 需要变电所 而日本最强最主要最主流的变电所 有两个 公务员系统官僚系统 跟帝国大学 特别是 专中兄讨过的东京大学法学部 基本上第一志愿 全部当中央官僚 而且认为 就从明治开始 就这样 但是因为他们的前身 基本上都是武士阶级 一开始去念的帝国大学的子弟们 通常 通常现在当然不是 比例越来越低 认为自己背负着日本的前途 台大法律系大概没这种想法 或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公务员 也不一定有这种想法 但是日本这样的想法 根深蒂固 所以完善真南 他的结论性的发言是 自古以来 日本具有系统性的思想 都是外来思想 日本全部都是外来的 但是进入了日本之后 一定会发生变化 而且会经过大幅度的修正 让日本人能够吸收 所以某一个意义来说 剩下的形式上的东西 但是内容仍然是日本的 也是日本放进了校数 东京大学讲完了 没照中复 有没有照到 京都学派的重要的继承者 他发现日本的边陲性 造成他学习的 非常的有效率性 只挑有用的来学 所以否则你没有办法相信 在短短的30年甚至40年 各位刚刚那个数字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明治维新是1868年 中国失败的百日维新 刚好是30年后的1898年 有时候中国看到日本的成功的例子 要学了当然那个最大的刺激性的事件的发生 当然是日清战争 或我们说的家务战争 中国的失败 清的失败 所以说 我没照到没照中复 这个字念照 插过 讲的意思 日本人有民族的自尊心 同时又受到某种文化自卑的纠缠 这跟现实客观评价 无关 日本人所保有的文化水平 也没有关系 但是这一件事情 一直控制着日本人的心灵 类似一种内心的阴霾 没照中复认为 我们认为真正文化是由外部的某个地方建构的 最特别的当然是中华帝国 无论如何 自己就是敌人一等 这件事情在讲什么 日本人非得一直往外面学习不可 所以天生的认为 外面来的东西是强的 故有的东西是弱的 从这里 陈永峰是要反过来讲 为什么百日维新陆续政变不容易成功 结果上我们看起来失败 日本的明智维新看起来是成功 重要的一点是在这里 中国一直甚至讨论到今天仍然是这样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西方有的东西我们早就有了 我们有的东西没有比别人差 他们不过是船比较厉害而已 炮比较大而已 到今天还在讨论这件事 日本的明智维新 或者是以刚刚讲的大球保力通为首的留学组 完全不讨论这件事 全面的西化 而且在非常非常快的速度里面 整个国家 整个国民 全部往那个方向走去 没有掉头走 这个是很大的原因 事实上我在我们台湾人的前辈身上 两位看到明智维新的影响 第一位 李登辉前总统 第二位 彭敏教授 你看他们都是台湾本土长大的 都到东大 京大受到最好教育 然后回台湾又有机会 像彭教授是到加拿大到法国留学 李总统是到堪朗尔留学 他们就是明智维新之子 很典型的 所以我们自己要自尊看到 台湾人是受明智维新的影响之深刻 这两位领导者就集中表现 我今天特别要讲一 介绍一部纽约时报的年度选书 竟然是这本书 原文是英文的 《武士的女儿少女们的明智维新之理》 这是第一代日本女游学生的故事 获选为2018纽约时报选书 什么意思 就是明智维新有多重面向 这些第一代的武士的女儿们 回日本以后从事教育界 所以我要问这个问题 请教权宗教授 明智维新有多重的面向 就像这个新女性主义界的 这是教育引界 女学 女性主义 女学校产生 那么你所观察的 明智维新的多重面向是什么 请 我想先提一下 其实这个节目 我刚好在之前的Facebook 有稍微提到 因为我想 如此重视文化跟历史视角的 新闻节目 我相信在国内应该是 非常的罕见 可是这样的节目 其实在日本是很多的 我记得在90年代 在日本求学的时候 包括明智维新的一些故事 世纪 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版本 龙马也好 西乡龙胜也好 都是那个时候 大家非常乐意的人物 可是大家想想看 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了 可是这种对历史的一种态度 我相信跟我们 或许有很大的不同 或许我们也可以从 日本人对明智维新的一个认知 跟一种态度来有所启发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 这个西乡龙胜 他本身也是很多面向的 因为他本身是 就是明智维新的一个功劳者 同时后来在十年之后又起兵 反对新政府 所以他在后来的历史的论述里头 也曾经被视为是一个逆贼 可是在当下或者说在战后的日本社会里头 他一直是一个英雄 那刚才我们提到我所提到的 那会经番 包括这一批少年兵的 那个白虎队 他们其实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以说到现在为止 每一天都会到会经 到那个白虎队去参拜的 每个日本人 我相信他们都是抱持着一种尊敬 甚至是崇拜的一个心情而去 而不是以一个逆贼的心态来试之 那这点我相信对中国也好 对华人世界的历史观 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些 值得反思的地方 或者说可以值得去重新去理解 如何去看待历史这个问题 那好 谈到就说明智维新的多重面向 其实它还有很多 我其实我记得我在念初中的时候 我在香港念初中 那个时候的教科书是英文的 就是谈到了明智维新 那我记得他所提到是 Maiji Restoration 所以它是所谓复古 复旧的一种意涵 可是我们汉字里头的明智维新 它是一种改革 革新 创新的 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 那么所以它其实本身是有双充的面向 因为它的确在 就是明智维新的前一年 就1867年 就是王政复古 就把权力重新回到天皇的下面 那么这部分就是 也就是说结束了 幕府长达将近300年 这样一个统治 那么这个过程 也是一个复古的过程 可是我们看到的 可能是在新政府建立起来的时候 一系列的改革 包括我们在教科书也有学到了 包括复国强兵 职产新业 文化开化等等 这些都是造成了 日本作为一个东亚的一个 相对比较弱小的国家 能够一举经过三四十年 可以走完整个欧洲工业化 200年的这样的历程 我相信这个这一点 对整个东亚的现代化 应该有很多的 刺激的意涵在里面 那刚好我之前也去了横滨 横滨是明治维新之后 首都从京都转到了东京 那它是离东京最近的 这样一个海港城市 所以那个时候的文明开化 对西方的接触 基本上都是作为一个窗口 从横滨开始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 到横滨去的话 应该或许可以到一个 叫樱木丁的地方 来看看一些当时明治维新 留下的很多的遗迹 那特别是有一条马路 叫马车道 它的大概有一公里的 一个路程 周围都有很多明治维新 留下来的一些建筑 那包括一些银行等等 那也包括这个日本 游船会设的一个公司的 当时的建筑也都还在 还有银行等等 那么这里就是有长达 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就是横滨市的开港纪念会馆 我相信他们今年也办了非常多的纪念活动 都能来纪念当时整个日本是如何走向现代化的 但话说回来 他明治维新还有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他是日本 就是学习西方的殖民主义 就是对外扩张的一个起点 那么这一部分 我们也在教科水都觉得很多了 其实我之前刚好那个霍大哥刚才也提到 我之前在琉球大学有任教了十年 那么琉球恰恰是明治维新之后 他第一个对外扩张的一个成果 或者说他的战利品 他在1879年并吞了琉球 可是这只是他的起点而已 我们看到整个近代史 很快我们看到了经过甲午战争之后 就是日本获取了台湾 并在1910年并吞了韩国 然后这都是在明治时期发生的 那么之后的包括三四年代的918事变 中日战争以及后来的太平洋战争 都是在明治维新的对外扩张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 所以他有很多的面向 今天我们在思考明治维新的意义的时候 其实都应该顾及这一些不同的面向 好 罗文英用王尔德的话 回应全宗教授 他说当大家陷在泥澜的时候 总要有人仰望天空的星辰 我这个节目就是要仰望天空的星辰 仰望北极星 一种道德指标 你刚刚提很好 台湾政论节目千万不要陷在 那个尼澜里面 NHK BBC 美国的PBS 法国的Arte就是 话语艺术的Arte这四个频道 哪个节目不是从政治现实谈历史 再从历史回谈政治现实 人是在过去现在未来存在的价值 我们当然要做 我希望台湾的政论节目 很多我的同侪 我的好朋友 拜托你们长进好不好 这是公共资言 不要浪费时间在泥澜里面打床好吗 英国人有一句话 千万不要跟猪打架 打到后来你惹了一身心 难道这任节目告诉我们跟猪打架吗 请仰望天空星辰 有一部电影 好莱坞 Last Sunlight 就是讲西湘龙胜 最后五四 只是好莱坞把它戏剧化 没有讲西湘龙胜 它就是西湘龙胜 就这位 那个乱拍的 我白天的 但没关系 它至少呈现 就是美国版的西湘龙胜 所以我哪一天一定要专谈西湘龙胜 就像战国时代 你会谈之前 封城跟德川不可 但还要谈 我们要谈 大酒保利商公目目 都要谈 维新三节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讲他有其命维新 我当然会邀请黄光国教授 他是目前全世界最知名的 人就身份认同的权威学者 我要请他来说 你从认同政治 认同维基 来解读明治维新 从心理学 精神医学 好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老师 你提出台湾维新 请 从明治维新 怎么样看 台湾的问题 很麻烦的一件事 日本人这样说 林芳琼非常有名的 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这场战争 达了超过一百年 或是印要他书里面的说法的话 是从黑船的来袭 日本的战争就开始了 为了变 所以影响到非常非常多的旁边的国更民 某一个意义来说 日本最先变成了欧洲意义底下的Nation State 就是国民国家 国民国家里面非常大的要素 非常强的要素 当然是复国 强兵 职产 新业 国家不强不行 所以国的概念是当我们在面对西方的时候才出现的 这里面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林芳琼他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因为他认为日本是不得不打这场战争 而且不是我们所有的巴林抗争或者是太平洋战争 或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已 整个明治维新以后 甚至它的前面开始 日本就是一连串的国内的国外的大大小小的战争 还有一个更特别的 各位一定没有办法接受 萨英战争 萨是明治维新的主角的一个帆 不过就是我们的屏东左右而已 当然是日本的路尔岛跟它的周边 曾经跟英国打过仗 各位没有办法想象 我们的屏东县跟菲律宾宣战吧 而且日本的路尔岛 就是萨摩凡不算打输 更好笑的或更有意思的在后面 英国的舰队结束战争 我们不说他打输 他退回去哪里各位知道吗 退回去今天的日本的亨饼港 所以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 到底是不是一个日本非常难说明 而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变成了一个日本 甚至在讨论自己的那一群的纯跟王 所以非得往外面扩张不可 而那个扩张的理由 比如说十元万二所讲的 十元万二只是一个中级的 我们说的中级校级的军官而已 但是一个人的力量 或者是一个小集团的力量 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这个都已经就是后来建立满洲国等等 他讲了一个非常 日本大概学术界每个人都狼狼散口 满蒙生命线 对我们来说怪怪的吧 为了日本不像朝鲜半岛或中国一样变成殖民地 或半殖民地 而必须日本先占有满蒙 当然前面的跳板是朝鲜半岛 所以所有的战争全部是 在日本为了自己的生存或变化 或所谓的违信的状况底下而发生的 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后遗症 到今天也没有结束 甚至讲到后面 这是有色人种跟白人之间的战争 而日本是代表有色人种 非得跟白人那样的力量 做一次对决不可 而甚至最后一句话 包括东南亚朝鲜半岛或甚至非洲 如果没有甚至印度 印度非洲 如果没有日本的力量 日本没有发动战争的话 这些地区的独立 或者脱离西方的殖民地主义 可能要延后或者是不可能 但是这样的说法到底在 从历史从后面看 到底合理不合理我们不知道 但是必须回过头去看 我一直在讲这件事 虽然我不是历史学家 但是对历史非常的重视了 所以我学问的根本很大的一部分是历史学 也就是说不知道昨天的事情 不可能会知道明天 所以当你不知道昨天 就在讲今天的时候乱讲 然后你说的明天也不会是明天 所以也就是说对历史有更多更多的反思 使台湾为新的根本性的要素 或者是 刚刚也提到李登卫总统 李登卫总统借用了京都学派的西天吉多朗的话 我要成为不是我的我 所以某个意义来说如果硬要在这边主张的话 台湾人必须放弃旧的 像日本人用过的Nation State那样的 非常强调自己的主体性那样的 某个意义来说宗教性 让自己变成不是我才有办法操课 眼前不管是台湾来自中国的 台湾来自美国的 或者台湾来自其他的地区的所有所有的 我们认为在主体性上让我们不足的地方 这是我今天想要的一点点的提示 西天吉多朗讲得非常好 我是不是我的我 讲多好 先自我否定 正缓和 黑格的辨证论 是正缓在和往正面方向 戴高略总统讲最好 法国前总统 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台湾违信就是回到过去 把握现在 瞻望未来 有人说 听到我要做明治违信专题说 很难做 我说怎么会难 我说你把一流学者找来就好了 因为毕业已进入大学 毕业已东京大学 我唯一跟他签上边是 我自己台大毕业 台北地大的后进而已 所以应该叫两位先拜 其实台大就是从 东大京大那个模型出来的 这一点 我希望台大的目前的师生 你要以此展现你的自尊心 不是陷入管中美那个争论 那个很末节的 你有没有这种 东大京大为 做给整个国家的智库 这个才是智气 那才是最高学友应该做的 我的责任少议流学者来 我负责设定议题 问题问对答案就出来了 徐总老师 我知道你整个春节都在准备 两位都在春节准备 他们春节都泡汤了 都准备明智维新 你看都是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明智维新对我们当代的 华人吧 台湾人吧 现代意义是什么 请 其实我也是学国际政治 以及东亚国际关系史的 那么如果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的话 明智维新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是改变了整个东亚的国际秩序 或者说我们的国际的整个的一个局面 那么这部分 如果我们从看整个历史来看 在明智维新之前 均临整个东亚的是中国 它可以说均临两千多年 那在这个过程里头 它透过一个叫做华裔秩序 又或者我们用现代的话 叫做中华世界体系来理解 那么它对外关系 基本上是用一种撤风跟朝贡关系来 就是铺陈 那么把周边的国家都落进 这个中华世界体系里面 那在这过程里头 中国的一些先进的文化 就是透过这个途径 能够散播到周边的东亚的各国 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 直到明智维新才遇到 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 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说 明智维新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弃旧迎新 然后一个复国强兵的 这样的一个年代 最后居然会在二三十年 最多是三四十年的时间而已 就能够打败了中国 能够取代中国成为 东亚的一个新的霸主 那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说 从一个中国的时代 转变成一个日本的时代 我在过去的一个论述里头 有提到其实从明智维新的末期开始 就十九世纪末开始到之后的一个世纪 我把它叫做日本世纪 而这个日本是当然可以分 就是说一九四五年之前的近代 跟之后的现代 那么之前的近代 当然有很多的成功 跟很多失败的地方 失败的地方最后就是因为 它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就是对外的扩张 造成它最后战争失败 回到了日本 那就放弃了周边它的殖民地 已经它占领了一些地区 那么可是它在战后 用一个重新走回一个和平的道路 用经济力量来重新站稳 所谓的亚洲一哥这样一个地位 直到现在 这过程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思考 今天中国崛起 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多少值得我们去省事的地方 永峰跟全宗两位教授 先向你提供认真准备 为什么这样做呢 今天是导论而已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 把它当做一个非常认深的公民交易 请看这个图像 默默为宪日本 这个图像选太好了 穿插鞋 老五四刀 就这批人改变了日本 这个很有趣的议题 穿插鞋 我们大家都放这下的 它怎么改变 我们以后慢慢探讨 其中 最珍贵 就是纽约时报 当做年度畅销书 选书 Doctors of Sunrise 五四的女儿 少女们的名字 维新之类 看看这三个照片 她们已经是 西化了 这批人改变了日本历史 不是五四 还有这边女性 我今天只是做导论 我希望大家好好思考 台湾维新 最后我就把这本书 它的主题 作为今天节目的中文 刚掌权的明治政府 努力学习西洋文明之时 决定派掌理家庭教育大权的 女性出国留学 三位学统纯正的五四后代 因此成为日本第一批 出国接受教育的女孩 这是一个明治维新时代女性 如何在困苦的留学生活中 同时兼顾工作友情与爱情的生长故事 也详述她们如何成为日本第一位 获得大学学位建立女子学校 甚至兼顾教学工作的职业 护理先驱 日本女性 推动了整个明治维新 这一点 台湾女性可以做到吗 蔡总统加油 女士女性 谢谢两位 我们后续再探讨 谢谢